这个可以把它当范本 前面这几行 三行就是什么 见资料库、物件 见资料表、物件 然后这一行就是 有点execute 有点是帮你沟通 有点像帮你打电话 帮我跟某某人讲一下 帮我新增一个table 叫这个名称 有两个栏位 形态这个形态 然后帮我放资料 因为我刚刚本来1 2、3 这个给他改一下 当然将来这个地方 可以写成一个什么 input 有没有 可以让他做变动的 然后commit就是说 如果你写完之后 你确定要把它写进去的话 就看 有点像是excel里面 输入公司有个打勾 有没有 确定了打勾 OK 那close就是结束连线 写入成功 但问题来了 那这个东西在哪里 第一个 cursor01.db 现在在哪里 有看到吗 如果你没看到你可以做一件事 直接在src上按右键 有一个refresh refresh之后的话 各位有没有发现 特别说你要refresh之后 它才会出现 这个东西就出现了 有没有发现 也就是说呢 当它不存在的时候 connector会帮你键 但如果它已经存在了 connector就帮你连线 大概是这样子 可是问题 这里面的话 我们有键了一个table 叫table01 可是问题来了 像asss 点两下可以打开 可是你会发现 点两下 奇怪 你看这里面什么东西 怪怪的里面乱码一堆 但有看到一些数字 但这个东西好像不是我们要看到的 所以特别注意 点db的档案 你可能要另外再找一个层次 像我在云端上 我有放一个叫sqlite browser sqlite database 这个database 意思说如果要开它的话 那我可能要额外安装一个 这个是免安装的程式免费的 网路上不是只有这个 其他还有蛮多的 我只是举其中一个 那它怎么开 特别说 这边有开启 把它当档案来开 然后我们放的位置是在专案 所以我的专案是放在第一点底下 的那个什么呢 Wallspace Wallspace里面会有个专案叫Texter 就这个 Texter里面有个SRC 有没有 SRC里面就有个Cursor01 那没有副档名没关系 反正就副档名它没写 打开 好第一个找到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呢 它的第一个Table 这个这个这个页签 这边就data刷取 就是里面会有一个Table01的资料表 你要叫Object是Table 里面有两个Field Field的栏位 叫Number跟TL 有没有 然后切过来 Browse data 你会发现有没有 Browse data是 看这个Table里面的资料有哪一些 你会发现目前只有一个Table 一个资料表 那里面的话就有1123 这我刚要输入了 OK 所以特别是你可以用这个方法来看到这个资料库里面的状态 OK 大概是这样子 可是如果说你今天假如你不想用这个的话 那如果我先用程式来解决的话 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再利用什么 刚刚讲到的这个 一样在这个我们是在第42月 往下各位可以往下再找一下 我这边有只输入三次 不过这个可能自己改一下 就是可以写一个for围圈 让他只输入三次 那底下的话就是什么 再把资料查回来 那其实跟各位讲一下 如果你要学习资料库 最重要的 会有四个主要功能 你一定要学会 大概这四个功能学会 大概就足够 你来操作资料库的主要功能 第一个就是 把资料写进去 叫insert into 第二个把资料再读出来 叫做slate 另外两个其实是比较其次 主要是 反正一定是写进去嘛 不外部就查回来 那第三个的话就是 把资料某一笔资料删除 第四个就是 修改某一笔资料 OK 所以是新增查询 删除修改 大概就够了 其实是不是 你任何的资料 资料库的应用 大概都不会脱离这四种 用来用去大概就这样子 OK 比如说什么 比如说你是check in check in的时候 你一定会order order的话不是insert into 一笔订单 对不对 然后你去check in的时候 它做什么slate 查一下你的身份字号 有没有这笔订单 有的话呢 它就帮你做update update什么 update你的状态 你有check in了 对OK 然后呢 到你check out的时候呢 再帮你资料查出来 也是在修改 也是在修改你的状态 你这你已经check out 你已经这个已经结束了 那到现在相关的资料修改一下 OK 最后的话 当然如果这笔订单结束 它可能就把历史掉 有没有 或者甚至把你这一笔放在历史资料里面 然后再把你从那个目前的这个table里面把它删除掉 不外乎就这些啦 OK 所以基本上这四个就很好用了 所以接下来的话 我们如何把那个什么呢 刚刚的东西再查出来 所以接下来当然我们可以再把刚刚的这个模组 这个模组叫siclite01 把它复制一下 变siclite02 其实你会发现 有哪些地方是一样的 首先特别注意 蛮多地方都一样 第一个部分的话 以后如果你要做查询的话 那请各位注意一下 我们就不用建立一个资料表了 但是上面三行一定一样 那我们不是新增 我们是查询 所以特别注意查询的话 那我们就把insert into 改成什么 改成siclite 所以将来可能慢慢习惯 这个sicl语法常用的 select后面的话呢 哪些栏位 一般给星号 星号是所有的 from哪个table table table01 意思说帮我把 在后面都不用了 帮我把这个资料全部从table01帮我抓出来 OK 一样execute 不过execute之后的话特别注意哦 前面你需要什么 用一个东西来接它 因为你execute是说帮我执行 可是执行完它会帮你查 查到了里面有三笔资料 可是你要个东西接嘛 所以理论上我的习惯是在这个前面 再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叫科舍好了 这个当变数名称h 或者叫c c等于 帮我查到的资料 帮我放在c里面 这个底下这商场拿掉 可是问题来了 那我要怎么把它印出来 特别注意哦 如果我要印出来的话 我们可以怎么样 可以用这个底下 那我总共会有两个栏位 所以怎么样 我就print 两个栏位的名称 特别是它帮你查回来的东西 它没有那个栏位名称 只有里面的资料 那里面包含什么 所以我就for each 把里面的所有列 帮我通通读进来 我把它改了 for row 所有列 所以它会怎么样 先帮我把一号的 先帮我读过来 然后可是会有两个资料 那两个资料怎么办呢 我就用row里面的0 有没有 意思说我读到编号部分 然后row的1 帮我把它放在这里 其实不用转型 因为我这边 之前好像是把它用int 所以这个 因为它里面如果说 都是放text的话 那就文字 所以其实不用转型 中间加个d点 然后放第二个 意思是说 帮我把里面的资料 一个一个抓出来 把它print出来 所以这样子的话 那意思是说 我查完的东西 先放在c里面 然后帮我把它 一笔一笔的抓出来 写到底下 ok 我们来试一下 上面这个是栏会名称 我们可能手动自己增加 资新给各位看一下 资新 ok 你会发现 读出来的话 就是我刚刚 这个放在哪里呢 放在资料库里面的 这三个资料 就会怎么样 通通帮我读到这边来 那这个是我们手动自己加的 为了说 这样阅读方便 所以加了两个栏会名称 然后它就是 这个RAW的话 基本上 就是等于是把这样一个RAW 切成两个 一个是0 一个是1 分别帮我把它放到这边来 放到这边来 OK 那就等于是查询 OK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 s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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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非常重要 以后的话 新增 查询 待会再跟各位做修改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查询的部分 喜欢的部分 就是 下来 简直到 好吗 我 何 谢谢观看